这个妹子出了名的眼光独辣 这么多少男不爱 偏偏对萧太郎天有独钟 可惜阴差阳错两人之间出现了隔阂 为了兄弟的爱情 何也亲自出马调停 却没想到自己的伤疤被解开 和哥哥小男从小保持微妙关系 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小男你的选择会是谁 虽然自己不敢迈出那一步 但是却鼓励下次勇敢对萧太郎表白 这一招果然好吃 如同行尸走肉的小胖子重新振作了起来 训练时的分离打说明了一切 为他担心的学长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萧太郎眼中有光 因为最爱的人就守候在身边 最好的搭档也始终不离不弃 人生圆满夫妇何求 废柴兄弟团路过 瞎子为昨天的鲁莽道歉 妹子你多虑了 打野这么高的格局 怎么可能会放在心上 小胖子的爱情故事告一段落 继续回归校园生活 这一天打野照常奈爽 小男无可奈何 你忘了我们今天是值日生吗 一不做二不休 来吧 上才一 脑中阵伺候 死 小伙子高呼扑妙 糟糕得提宿了 但是早饭绝不能耽误 看着好大儿这么早起 做父母的别提多高兴了 多年栽培总算没有白费 一时间陷入你弄我弄之中 夫妻关系着实令人羡慕 大爷可没时间吃狗粮 伞都没带就冲到了学校 不出所料大于兴奋而下 这可咋整 总算是有一个好消息 棒球队因天气原因休息一天 哥哥一听腻麻美了 喜休得看着原田 别做梦了 室内拳机受拿门子大于影响 只能认栽 午休时间 民意调查组织线 这无聊的组织 评选出校园最受欢迎的情侣 那自然是浅仓男和上山河野 心童与女失智名归 全场掌声雷动 河野看着小男的眼神 爱意没眠 仿佛在说 我们要是真的情侣该有多好 哥哥若有所思地看向黑板 因同为指示声 自己的名字 此刻和小男写在了一起 三角链要浮出水面的节奏 一学妹子正围着学校公告栏 呦 哥哥的却毫无亮点 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 连肖太郎都把苦自己 打野刚想发怒 却发现弟弟来了 大脑飞速运转之后 趁机将作业丢给老弟 这样你们既是最佳婷旅 又能将名字一提写在黑板上 我退出就好 看着渐行渐远的哥哥 回忆浮现在眼前 明明都想吃草莓蛋糕 哥哥却故意抢了另外一块 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好 这两个人真不愧是好兄弟 大夏雨天都不带伞 真男人要懂得淋雨的浪漫 但是小男默默看在眼中 他心里的香花 恐怕大家都能猜到 拒绝了和野跟萧太郎的邀约 谎称要去读书馆自习 此时达野已经开启了悲虐模式 原田这是咋了 全群攻击萧老弟面部 难道是嫉妒他的颜值 那不能够 他是在使用激将法 希望达野早日挥出拳头 可惜收效甚微 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恼怒之下又是一顿放揍 欺人太甚 达野终于反击 可惜还是不够看 小男算好了时间 差不多该去接心上人了 此刻的达野 靠在墙角不成人形 即便如此也不忘 吐舌头挑战 原田义正言辞 你早晚有一天 不得不去战斗 不只是拳击 还有爱情 说法看向窗外 此时小男已在狱中等待 一路上达野沉默不语 妹子热脸贴了冷屁股 小心脏药气到休克时 达野又来送温暖 虽然只是小小的举动 但小男确定 果然你的心里有我 到了家门口 小男忍不住告诉达野 自己是特意等他放学 大少爷立马忧心忡忡 这可不能被敏感的弟弟发现 因此回家他装成一副 落汤机的样子 在小屋自习的时候 小男得知达野浑身湿透 这不能啊 虽然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也只能三见其口 躺在床上的大少 脑海中闪过河野和小男 内心不禁自问 我是应该成全他们 对吧 这整晚的冷雨夜 可可的真配 第二天一早 三个老小孩正在八卦 和野小男的事情 需要零花钱买 笔记本的哥哥被无辜卷入 只能硬着头皮 逗几人开心 然而老爹始终一毛不拔 算了 来到学校跟小男借钱 晚来的却是一顿臭骂 因为妹子知道 打野在笔记本上乱写乱话 一波未平一波游戏 原田逼迫小老弟赶紧训练权 而此时一群没事干的货又来添乱 看到他们采访最佳情侣 打野只能信心而归 孝太郎这个烂算 还直言打野是河野的仿冒品 这句话对于原田来说格外刺耳 来到拳击社直奔主题 你真的要把潜仓男让给弟弟吗 打野如往常一般大喜太极 原田无可奈何 回到教室上课 百无聊赖的大少爷 发现了抽屉内的惊喜 刚想感谢男男子 却发现这是最佳情侣的纪念品 回想起弟弟将其示弱珍宝 小心收藏 直接将本子丢了回去 下课后小男讨要说法 打野态度坚决 打死也不收作为奖品的小本本 妹子不以为然 在我眼中 这只是普通的笔记本 打野忍无可忍 将真相合反拖出 这是属于你们的纪念 我看到会吃醋的 打野你啊 今天是没吃药吗 居然六亲不认对小男 可怜的妹子 整个人都懵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小伙同样不知所措 转身离开 分手说不出来 只剩小男如风中残住一般 冷静下来的打野后知后觉 啊气棒 冲动什么鬼啊 这一巴掌 恐怕要后悔一辈子了 回到课堂 小男已不知去向 打野回不当初 那你平时带着脑子不行吗 无敌的班主任 抓住走失的小伙 而且还不止一个 这边的河野 更是带若母鸡 两兄弟 坚音少掉的那个人而法战 这剧情也太好看了 乔克的原田 撞见了小男 妹子此刻正梨花带雨 内心的伤痛需要抚平 温柔暖男赶紧封锁现场 将路过的小喽啰们驱赶 这里禁止通行 楚楚可怜的小男 着实令人心疼 那就让他安静待一会吧 放学后 焦急的河野追上哥哥 询问小男的情况 打野装作一无所知 立马闪人 毕竟他也不知如何面对 看着哥哥的背影 河野的内心无味杂陈 来到棒球场训练 也是魂不守舍 终于他来了 左只子一眼看穿了 小姑娘似的委屈 果然都是过来人 叮嘱小男去洗把脸 把眼泪擦干 不要让敏感的河野过分担心 很可惜只抱不出火 河野终究在更音室 听到了难以置信的事实 小太郎这次立马拱火 这架势怕不是要把 打野大卸八块 没关系 轮不到你动手 他正在挨揍 这个大块头是小男的铁杆粉丝 每一拳都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老子连当舔狗的机会都没有 你居然如此戒毒 打野本来就理亏 又和他不是一个量级 只有挨打的份 袁田在旁边摇起大喊 疯狂洗脑 让打野把对手想象成弟弟 你们试试后举一胜负了 大哥这就太强人所难了吧 温柔的哥哥果断拒绝 脑海中都是弟弟和小男的身影 面前却是狂风咒语般的神头 就这样用双拳和步伐 默默承受着攻击 忽然脑海中的景象画风变了 这样的话我不能再让步 身体也随着爆发的情绪动了起来 一个200斤的壮汉 就这样倒地不起 全场都惊了 以后再也不敢欺负这小子了 袁田对小老弟的表现甚是满意 总算没辜负自己的良苦用心 训练结束的和爷与小男走在路上 各怀心事的二人 让气氛瞬间尴尬到了冰点 小男率先打破僵局 谎称自己敲课的原因很单纯 有课就是不想唱 诶就是玩 和爷并没有拆穿 但他的内心却无比的沮丧 心爱的女孩 终究为了哥哥独自吞下委屈 想到这里 小时候的往事涌上心头 意味深长对小男说道 哥哥曾为了你和坏小孩打架 回来后自己也是伤痕累累 对于爸妈的盘问 他始终收口如瓶 从此这变成了你们两个的小秘密 可是我和你却始终都没有 只属于彼此的秘密